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聲同氣自己人,原汁原味最新穩 環區最新穩,文堯同理品 在今日下午,南沙到中山的高速公路 順利建成通車,正所謂一橋聯通三市 南中高速通車,將加快實現大灣區半小時交通圈 成為黃金內灣的重要交通権漏 我的位置是在南中高速主線的彩虹收費站 我們現在看到有車輛陸續通過了 開通之後呢,我相信對三市的居民的一些娛樂工作 還有安居的選擇都會帶來一些積極的變化 請問你是去哪裡的呀? 去中山是嗎? 您是住在那邊還是專門路過還是專門體驗一下高速的? 專門體驗一下 現在心情怎麼樣? 非常高興 而早在上午11點 就有首批廣州車主上到南中高速體驗試飲頭淡湯 以前工作是經常走要兩個多小時吧 相信現在這麼多條高速的開通也是為了我們民眾更快捷更順暢 使用時間更節約的讓我們去出行 南中高速項目全長32.4公里 由主線和南沙聯絡線萬景山支線組成 項目全線採用雙向路車道標準建設 設計時速100公里 南中高速建成後將連通、廣州、中山、深圳三地 串起多條高速路、快速路和國省道 顯著優化廣州南部交通網路 有力促進省市高質量發展和粵港澳大灣區的互聯互通 在收費方面 一類行車從廣州南沙南站出發前往深圳前海站 收費為69元 拆月通卡為65.5毫半 從廣州彩虹橋站前往中山奇江新城北站 收費金額為11元 拆月通卡為10.3毫四 在深中通道南沙聯絡線開通第二天 從廣州南沙到深圳前海灣 和保安機場的兩條跨市交通專線也將開行 價格分別為25元和60元 隨著灣區降城時空距離進一步拉近 南沙區也召開發佈會 向大家推薦南沙特色的旅遊資源 譬如今年12月 外達地中海號郵輪 還在南沙逛際郵輪舞港 常態化運營 航線可達中國香港 越南 日本 在家門口 就可以擔成郵輪外出探世界 我們的南沙國際郵輪舞港 公共區域 我們會在非作業時間 就是沒有郵輪靠度的時間 向公眾開放 另外我們配套的商業 也在這個節點 就是這個通車的節點 會啟動郵輪消費生活節 同時南沙旅遊公司 也推出南沙濕地生態盛匯 濱海文化體驗 民宿度假、旅居生活等特色旅遊產品 至於2024灣區音樂會 共有草莓音樂節等三個節活動 樂部南沙音樂蘇場 這些其實都是能夠很好的 承接港澳這些市場的 遊客朋友們的需求 能夠很好的把深圳的客流 中山甚至沿途城市的客流 都能夠帶過來 我們判斷這個市場的發展 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大的 爆發式的一個增長 現在的交通環境 不要跟30年前相比 就算跟5年前相比 都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而給我們最直觀的感受 就是無論去到哪裡都越來越方便 除了大交通之外 城市軌道交通的發展步伐 一樣是這麼快 在最近廣州地鐵有多條新線路的建設 都有新的消息 在今天上午再見的22號線後通段 取得了新的進展 西朗到方春區間實現了雙線隧道的貫通 而3號線東延段 潘如廣長到海旁站 就確定了會在11月1號開始運營 在廣州地鐵方村站對出的施工現場 記者一見到這部巨大的囤扣機 已經順利到達地鐵22號線後通段 西朗到方村區間 左線囤扣機接收位置 西朗到方村區間 全長約3.3公里 囤扣機在西朗站始發進動後 夏村既有混營的廣發線區間隧道 特別是區間正線與地鐵1號線長距離並行交錯 期間六次夏村既有的1號線區間和車站 一直在我們1號線的圓線下面 一直圓著走 我們圓線所有的這些建築物 產權單位組建了這個應急風險小組 目前採用了新型的這些皮帶機出土 來提高我們的效率 我們的左線甚至達到了358米每個月的這個成績 地鐵22號線後通段 分赤南普西、南郊、西朗和方村四座車站 設置目前線路土建工程累計完成88% 四座車站均營封頂開展機電施工 線路四個區間中三個營貫通 一個進行土建施工 共兩台盾扣機正在掘進 二十二號線後通段貫通運營後 可以與方白城際連通運營 將來可以實現從廣州南站至白銀機場 快速通達的運營目標 除了二十二號線 今天廣州地鐵還發佈 三號線東延段定於十一月一號 首班車起開始運營 過線路全長9.6公里 西起潘如廣場站 沿亞運大道向東延伸至海旁站 與四號線換成 開通後將與既有三號線貫通運營 為廣州潘如中部 亞運城附近居民的出行 帶來更多便利 同時電行車在廣州地鐵十一號線 天鑼公園至沿村段 也順利完成熱滑試驗 至此地鐵十一號線全線區間 均已完成熱滑工作 實現順利閉環 為全線調整和開通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馬上就到雙十一了 很多優惠活動 有些已經來到 有些在接下來的路上 大家不多不少都會買些東西 但是快递一多 我們收到的各種快递包裝自然 就不會少 例如各種不同大小的紙箱 一般都會怎麼處理呢 有人就說 將它們放上網賣出去 賺回來的錢 可能會比電商平台送給你的 那些優惠紅包還要多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平時收快递買家電 都會產生不少紙皮箱 不少人都會直接當垃圾丟了 又或者賣去廢品回收的地方 都是拿去買 大一個可以買到多少錢 都是隨便拿回一兩斤 我們現在都很少 一般不要都會吊的了 就是不會存起來賣的 你知道屋不是大 都是這樣吊的 那些解惠生會收的 自己有沒有說拿去賣 那我沒有 越重的 記者走過市內幾個廢品回收的地方 目前廢舊紙皮的回收價格 都是五到六毫子一斤左右 不過最近有網友就發現 在二手平台上搜索家電紙箱 一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的包裝紙箱 竟然要賣到幾十元 甚至過百元一隻 足結底上百多斤的紙皮 像那種箱子的話 你就是如果不撤爛的話 就是它包裝來原封 跟它推轉去的話 最多20塊就了不得了 哪裡有80塊啊 我不相信這個 有市民就擔心 家電原裝紙皮箱這麼貴 會不會是好像高價回收 正品酒瓶一樣 背後會有古惑呢 有市民就說 需要紙箱打包的時候 去廢品回收站 幾毫子就買到一個 就算是去快遞網點買打包用的紙箱 貴的都是十多元 不過留意這些幾十上百元的紙箱 賣家都會寫上家電的品牌 型號等等信息 有行家就說 這些都是一門生意來的 我聽人說過那些紙箱 未過補修期 要拿回退貨 沒有的商品就不可以退貨 所以就這樣出來了 就迫著要找這些商 記者在網購平台上 諮詢過幾個家電品牌的客服 他們都表示 如果要退貨的話 需要商品所有包裝都保持完好才行 同時客服亦建議 新賣到的家電產品 紙箱、泡沫等包裝物料 盡量保留一到兩週 以免影響售後退貨 上百元收一個紙箱 肯定是有特殊用途 別人才肯出這麼高的價錢 但是你說一般人 家裡哪有地方去擠這些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要的紙箱呢 所以想通過這條路 發家自負就不多現實 況且我們不可能專門為了紙箱 買電器回來 最近有東莞街坊跟我們報料 就說在東莞沙田鎮的一條沿河的壁道上 有小部分的釣魚愛好者 為了找到一個更好的垂釣位置 不顧危險跨出河邊的護欄 甚至有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踩壞了警官花盆 很多街坊實在看不過眼 現場的環境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看過 視頻中 個別釣魚回到河邊護欄 直接坐在岸邊台街上開始垂釣 有人一手拿著釣竿 一手擔著煙仔 腳就踩著有關部門精神佈置的警官花盆 報料人指 這種不文明現象 已經持續了有幾個月了 今天上午 記者去到報料人指的位置 地圖顯示 這裡是東莞市沙田鎮西泰龍河 負力水岸壁渡 長長的壁渡富蘭之外 設置有一排警官花盆 未被損壞的花盆裏面 警官植物開花後都很養眼 我們一路走過來觀察發現 我身後的這一排的這個花圃的基座呢 都受損比較嚴重 上面的植被不是被壓的倒伏了 就是已經沒有了 我身旁的這一個花基的底座受損 是相當嚴重的 有一半的這個泥土 甚至旁邊的這個塑料盆 都已經沒有了 同時我們在現場觀察發現 還殘留有一些這個釣魚的耳料 甚至是大量的煙頭 以及部分釣魚者不需要的這個魚 也是直接丟到這個花蟲上面 在壁渡富蘭的顯眼位置 雖然張貼有水深危險 禁止釣魚禁止遊泳的提示牌 但現場仍然有兩位釣友淡定地垂釣 坐在這個花蟲上會不會 就是踩的那些花爛爛也不好啊 沒事啊 踩爛就踩爛了嗎 踩爛就踩爛了嗎 附近居民指 由於沿河壁渡景觀優美 所以不少釣魚外耗者都會無名而來 的確有個別釣友會回到湖南釣魚 針對釣魚損壞景觀花盆的情況 東莞市沙田鎮市政部門表示 將進一步加強管養維護 一是對完善外掛花箱進行排查 及時收復 消除安全隱患 二是選取合適的時花陸席 保重患重 三是加大日常巡查力度 加強宣傳教育 唱到文明新風 引導市民文明垂吊 遠離危險水體 確保安全 壞習慣要制止 好的傳統當然要保留 而且還要發揚光大 第十屆粵劇 華光祖斯彈巡遊展演系列活動 今天上午在廣州荔灣區正式啟動 今年的活動 除了會打造零距離的粵劇觀賞體驗 還會為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外的喬包 去搭建粵劇傳承的橋樑 接著華光師傅像 從永慶方的粵劇圓魚堂出發 正式開始巡遊 隊伍由省才開路 高腳牌、唐旗、十八般武器、大羅等粵劇舞行特色的儀像 緊隨其後 供奉華光師傅 全粵劇界 只有粵劇魚堂 陀德師傅 誰也陀不了 是指定我們魚堂的武家行 為何那粵魚堂 魚堂就是座家 所以說這個名字 有這個意義 我們的魚堂有三百多年歷史 來自澳門的師徒桂華 練習粵劇紅船木人莊 已經有三年多的時間了 他今天專程跟著師傅來到廣州 感受這項傳統雜訟 拜華光這個信族 其實在澳門來說 都是比較少有的 講到最古老的華光像 我相信一定是講的女堂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個 傳承的意味去到澳門 所以現在我們從澳門回來 去拜一個最古老的華光像 我覺得是特別有意思的 好厲害 好厲害 今年的巡遊 與粵劇展展相結合 現場 跟斗展展隊 港澳海外表演隊等五大主題方隊 分別進行了粵劇跟斗技巧 粵劇南派舞技等不同類型的表演 現場觀眾大飽難覆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要不然我們大飽車不好 你看吧 經常帶過來 是啊 我們就在那裡住 集大學來看 我們是出來旅遊的 反正也感受一下當地的文化 感覺不錯很震驚的 就讓我們那年紀輕的 能夠了解我們的歷史 對吧 這是一個很好的傳承 據了解 今年除了華光祖師旅遊之外 系列活動 也會通過粵劇愛好者會員聯誼 和展展交流的形式 為來自廣府 港澳 和海外地區 不同年齡的粵劇演員 傳承者 愛好者 搭建溝通的橋樑 等粵劇得到更好的發揚和傳承 有一場我們說百年一遇的展出 將我們粵劇百年前傳承的東西 一直到現在創新的表演 順著下來 有香港的 有澳門的 有中山的 是灣區的節目 正經人的演出 就顯示了粵劇的一個發展和傳承 粵劇作為嶺南文化的桂寶 對它的傳承保護 當然是我們意不容辭的責任 其實這幾年粵港澳三地政府 想了很多辦法 去加強文化交流合作 其中就包括組建粵劇的平台 例如粵劇的展演 青少年的粵劇夏令營 方向是好的 但目前我們還在少一些 系統性的持久性的宣傳推廣活動 另外就是粵劇人才和觀眾斷層的問題 還需要我們多些去改善 就是多人了解才會多人看 多人看才會多人喝 這些自然規律 多人參與的項目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不僅容易出精英 對於推動行業的發展 都有很大的幫助 就和我們國家的航天事業一樣 雖然航天員是出鏡機會最高的那幾個 但今天我們的航天成就 是包括航天員在內的無數科研人員 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北京時間2024年10月30號的4點27分 搭載神舟19號載人飛船的長征2號F-19運載火箭 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 大約10分鐘之後 神舟19號載人飛船和火箭成功分離 進入到預定的軌道 航天員成組狀態到豪必 所以這次發射取得了圓滿成功 今天凌晨1點37分 神舟19號載人飛航任務 航天員成組出征儀式 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舉行 總指揮長同志 我們奉命執行 神舟19號載人飛航任務 準備完畢 請指示 中國人民解放軍 航天員大隊 航天員蔡徐哲 航天員宋令東 航天員王浩澤 衝火 1點38分 3名航天員領命出征 中部工業站 我回來了 我們90號也來了 入瘡前 航天員王浩澤 對著鏡頭微笑比心 5 4 3 2 1 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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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10分鐘後 神舟19號載人飛船 和火箭成功分離 進入預定軌道 航天員成組狀態良好 我宣布神舟19號 發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在太空中 神舟18號成組的三名航天員 一早起身 在中國空間站裡 貼上了歡迎隊友四個大字 等待隊友會師 神舟19號載人飛船入軌後 在北京時間今天11點 成功對接於空間站天和核心艙的前向端口 整個對接過程 歷時約為6.5小時 去到12點51分 在軌執行任務的 神舟18號航天員成組 順利打開家門 歡迎神舟19號航天員成組 入住中國空間站 歡迎來到太空家園 歡迎 歡迎 我們也非常想見你們 大大的擁抱 中逛70號80號90號航天員齊聚天工 完成中國航天史上第五次太空會師 隨後 兩個航天員成組拍下全家鋒 後續 兩個航天員成組 將在空間站進行載軌輪 期間 六名航天員 將共同在空間站工作生活約五天的時間 完成各項既定工作 好佩服的 現在我們國家打個人上天 只需要幾個小時就可以跟空間站對接了 這個速度有幾快 我們不是做這行的確實不知道 但是你說對比一下隔離組 接個人回家幾個月都搞不定 我們六個多小時就可以送人上太空對接空間站 應該是很快的那隻 香港仔瀑布灣公園日前發現一具女私 警方調查證實死者是一名25歲的愛蓉 而隨著調查的深入 有一對夫婦被拘捕 兩人涉嫌謀殺以及協助犯罪 有消息說34歲被捕的男子是英國籍的傷人 和女死者是情侶關係 星期一早上 香港仔瀑布灣公園 有人發現一名女子在水中飄浮 當場證實死亡 香港警方調查後證實 是一名25歲愛蓉 來自東南亞 她的硬頭和後腦有2-4厘米的創傷 衣物和財物完整 初步驗屍相信頭部受硬的撞擊 之後在水中逆漠 警方連續兩天封鎖現場 在博布周圍搜證 調查後 相信死者和一名持香港身份證的愛證男子 星期一晚讓11點去到博布灣公園 一同登上博布頂 約半小時後 男子搭的士離開 之後和她的港人妻子去到內地 最終涉案夫婦經西九龍高鐵站 返回香港當時被捕 警方將案件列為謀殺案 南被捕的人 的確很多事情我們覺得是非常不合情理 包括案件發生之後沒有報案 立即離開香港 有些相關的證據又無緣無故在她身上消失 種種種的情況告訴我們 這個案件不是一個很自然發生的死亡事件 她很明顯就是和她一起 事發之後很快離開香港 我們不排除 故中會有些甚麼不可告人的事情呢 很明顯她是有一個協助罪犯潛逃的可能性 亦都很高的這個可能性 警方並未透露消失的證據是甚麼 但初步證實 女事主和男被捕人相互認識 但並非僱用關係 至於兩人關係如何 和犯案動機等 有待準一步調查 包括等待獨理和發生報告 最近廣州有位唐先生遇到一件令他覺得戲份得來又多無奈的事 準確點說 應該是只得一個生氣 事情是這樣的 他家門鎖突然間壞了 他從網上找了一位開鎖師傅上門 但想不到 對方最後竟然要收他1600元的開鎖費 唐先生當時可能急著回家 錢一聲就給了他 但事後越想越不對勁 一千六百元重新買個門都可以 開鎖是否要這麼貴呢 所以當時有點稀里糊塗的就答應下來了 就直接把錢給付了 我以為他在微信上多打了一個零 一千六百塊 我以為是一百六十塊 結果他再三確認之後 他說確實是一千六百塊 我整個人就整個爆炸了 唐先生和豫先生合租的單位 位於廣州市海珠區小港公園附近 房門用的是電子智能鎖 前晚七點多 唐先生收工後發現 個鎖突然罷工 門鎖壞了 然後用指紋打不開 鑰匙又在房東那邊 房東在外地 趕不回來 然後我們一直充電也充不進去 唐先生馬上在網上 找了一間名為守護者開鎖換鎖的商家 商家安排了一名開鎖師傅上門 我有問他們說那最高的話 有可能會收費到多少 他們沒有給我一個缺席答覆 他們說一直就跟我說那要到現場去看 然後就在這邊上手開始研究這個門鎖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跟我強調說這個鎖非常難開 大概十幾分鐘 十幾分鐘然後他就把這個鎖打開了 打開之後他就跟我說這種鎖非常的難開 但是非常難開要收那一千六百塊 雖然對收費感到差異 但唐先生就說當時並未想那麼多 直接放水 而當時師傅開舉了發票和收據 當問失誘於生回來之後 兩人越想越不對勁 懷疑可能遇到了開鎖刺客 於是電話聯繫開鎖師傅 協商退回部分開鎖費 他就很粗暴地開始跟我們說 他說如果你行的話 你為什麼不自己開 就完全就是這樣子的態度 就已經是完全沒有辦法溝通的一個態度 我從小也有開鎖換鎖的經歷 就是基本上都是在三位數這個價位 誰沒有聽說過 就光開一個鎖十五分鐘來回 一千六百塊真正是穩所未穩 我覺得那一千六百塊能買我們一整個門 說實話 記者上網搜索發現 個商家在平台上推出的團購商品 均價是三十元左右 不過就被注了僅為上門檢測費 維修費代師傅上門後報價等 而買家評價當中 有不少人提醒被坑 甚至還有人表示曾經報警 隨後記者撥打了商家的電話 商家表示他們和開鎖師傅只是合作關係 具體的開鎖費用是由師傅現場定日 你們跟那個開鎖師傅是什麼關係之間 我們合作第三方 那你知道那個開鎖的標準嗎 手費標準 查的人要決定難以程度 這個你要和師傅溝通 記者也嘗試聯繫 涉涉的開鎖師傅 但對方的電話和微信都沒有接聽 業內人士 原廣東省鎖業鐵會理事 資深鎖將朱傑先生表示 當事人的密碼錢民鎖的鎖心達到師級標準 一般來說 機械鎖開鎖費從150到200元不等 如果開這種師級密碼錢民鎖 開鎖費在300元左右 如果求助時間在深夜凌晨 費用會上浮1到200元 按照你那個當事人求助的時間 大概7點鐘左右的話 我們這邊大概報價在300塊錢左右 開一個鎖 朱生提醒 網絡平台上不少開鎖換鎖的商家 會通過低價去吸引顧客 然後再上門二鎖 而提供服務的開鎖師傅 基本上都沒有實體店 一旦遇到問題 消費者很難追討 如果大家遇到需要開鎖的情況 其實可以撥打110求助 可以去打110求助 110就會給你推薦一個正規放心的鎖業協會 鎖業協會開鎖服務平台 目前當事人已經將情況投訴到相關平台 並尋求消費者協會的幫助 平台方面事後回覆說 將協助消費者和商家協商 亦建議消費者通過平台支付 從而更好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買東西具體要付多少錢 這些肯定是要提前說定的 雖然這件事怎麼看都是不合理 但是你說要追回一些損失 或者跟對方爭取 目前看來是有難度的 因為從法律角度來說 開鎖是沒有最高限價的 給錢買東西這家 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崖的 你給了錢 就是代表你是認可別人這樣收費 要不然你就不要給 其實開鎖服務很多樓下就有 你士達民的師傅上來 都不至於收那麼多 對比起1,600元的開鎖費 下面這件事實際很多 因為它的本質 就是從實際出發去滿足居民需要的服務 微改造 微改造在目前 就是打造移居環境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最近 黎灣區長安社區的 拉斯廠宿社區的街坊 特別開心 因為小區微改造 徹底解決了 困擾他們多年的出行 和生活問題 我們一起去看看 新鋪的水泥露面 加高的下水渡口 和翻新的水渠 今天早上 在廣州荔灣的拉斯廠宿社區 依然有很多工人 在進行社區的微改造工席 今年76歲的曾婆婆說 自己在這裡住了55年 這幾天 她的心情零射靚 因為終於有人來搞定這些坑坑坑坑 老人家多 八隻九十多 這條街是八隻九十多老人家 路面不平 老人家經常下跌 老人家跌過幾次 老人家跌過 老人家跌過幾次 還有一個行路不方便 推鄰椅 是很難推 因為一時不久 她就推不上來 住在宿社區另一邊的扶醫 亦人逢喜事精神爽 她說 過往樓下雜草重生 臭味昏天 現在重新鋪過水泥 收線了排水渠 在家中終於可以開窗通風了 這裡全部都是草來的 那些草很高 起碼差不多到這裡那麼高 下面是積水 你根本下來不敢走 草有時會爛 或者老鼠死了 烏脈焗著 都臭的 雲景感覺 即是不敢開窗 根本我們上面不敢開窗 現場施工人員都很感慨 他們說 收線之前 這裡的路裝亂差得來 還要遍地都是陷阱 以前這個路人是鐵腳很難的 這個沙鐵 那個沙鐵 都是我們新高的 那個沙鐵 那個沙鐵 那個沙鐵都是我們鐵高的 以前那個沙鐵掉下去這麼新 看一看一看 沙鐵已經往下掉了 據了解 拉斯廠宿舍常住人口439人 其中超過半數是60歲以上的長者 近期 街道在日常巡訪過程中 接到這邊的居民投訴說 日常居住和出行的環境差 於是 馬上將拉斯廠宿舍區 微改造 納入議事一程 街道群眾反饋是十一之後 然後街道反饋之後 街道就立即行動 迅速去鏈接多方力量 然後到今天10月30號 這個施工已經是基本結束了 也就是大概20天左右的時間 它主要是涉及去對於這個道路 進行一個平整 在平整的過程中 可能就如果有那些管道的損壞 年久失修也會進行一個維護 經過一段時間的施工 拉斯廠宿舍區的環境大有改觀 剩下的工程 預計會在兩三日之內收尾 居民也對改造效果表示收貨 未來 街道和社區 還會推進其他相關事宜 下方設施 電動車的安全停放 一個道路的平整 還有加強環境的衛生整潔 這些會去做努力 再結合呢 我們現在目前正在開整的 一個百億戶廊 多點去探訪我們的老年人 特殊群體 為明白時事 把這個時事落到實處 切實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都要來看看 有些人特意走過來看 即是說高興 你老婆很年輕就好 高興 如果人家已經說你知他想吃你 但你給了一個蘋果 其實就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未改造 絕對不是拍腦袋工程 前期的調研規劃 都很重要 需要很用心 今天的案例 可能是條路不得需要改造 但明天我們換一個社區 可能就是環境不得需要優化 及居民之所需 才是一個改造他能夠成功的前提 好了 下面再來看一場很特別的賽事 這場比賽是有機會 跟飛機同時起跑的 當然他就不是飛行比賽 為了迎接香港機場三跑道 在年底啟用 香港機場三跑10公里國際賽 將會在下個月的17日舉行 參賽選手屆時都會被禁止戴帽 或者其他容易被風吹走的物品 因為現場有飛機要升降 1998年香港赤立國機場 剛落成 幾千名跑手 以跑道作為賽場 這個場面 下個月會在香港重現 香港機場三跑10公里國際賽 將於香港機場中跑道舉行 賽道闊六米 分為10公里、5公里和3公里賽事 共1.2萬個名額 輪椅賽名額由原定的30個增設58個 賽事期間 機場會維持運作 有飛機起降 加時會禁止跑手 攜帶容易被風吹走的物品 包括帽、耳機和能量遮理等 以免影響海灣升降 10公里的運動員 其實相對沒有那麼多人 在途中裏需要補充能量 而我們的賽道中間也有水 供給他們 賽道裏有噴霧水車 希望幫助運動員在這樣的環境裏 2名世界級女跑手 包括來自肯尼亞和阿塞俄比亞的選手 期望可以在平坦的賽道 出現破世界紀錄的成績 香港田總表示 錯事當日 會安排約1,000名公主人員協助跑手 包括檢查他們的個人物品 或者清理賽道 以免影響跑道正常運作 再來看下一條片 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現在不少年輕人都開始流行 登報結婚 曬一下自己的幸福 只不過登報公開自己的喜訊 並不是年輕子女的專屬服務 在中山最近有兩位 已經結婚54年的長者 今天也找到報社 來刊登自己的金婚喜訊 厲害了 1970年秋 住在中山浮沙的李祝賢和杜淑娟 相識於村內一次文藝表演上 從此相知相愛 雖然當時經濟並不寬訪 但生活的艱辛 反而令兩夫妻更加緊密依靠 雖然生活之中男兒會產生牙齒印 但最終都可以成功化解 主要就是給他這個 他就沒意見了 就經常跨對方說 給他第一 不要給他爭第一 那就沒問題了 慘了眼 他們已婚54年 今年 梁露打算搞搞新意識 登部公佈自己的金婚喜訊 雖然被傳統金婚推遲了4年 但有心不怕折 生活中還是要有一些儀式感 主要是搭建一個市民匡慶幸福時刻 還有分享喜夜的一個平台 就是留下一個甜蜜 甜蜜的幸福的一個美好時刻 謝謝老闆 54年 雙依雙伴雙愛 還未算拍拖的時間 這些真是長長久久幸福美滿 令人羨慕 在日前廣州 番茹有一間學校別出心才 在校園內設置了一個愛心生物園 那裡聚集了很多很脆智的動物 有鸚鵡、烏龜、貓狗 甚至連羊駝、土拔鼠這些都有 每道課間 學生都可以來到這裡 跟小動物互動 我開心到他們是怎樣 這個鸚鵡它叫毛毛 然後那個山羊叫眠眠 山羊叫眠眠? 對 喜歡你一隻 我喜歡三隻 軟 它是軟 鸚鵡 烏龜 貓貓狗狗 羊駝 捷耳 兔 那班同學正在跟可愛的小動物親密互動 這裡是廣州市星執學校設設的愛心生物園 每日落課中一響 不少學生就會來到這裡 跟特殊的同學一起玩 一年級的時候 平時我爸媽有的時候會晚來一點 我就會跟我的同學一起在這裡玩 那邊的豆豆 他們 是狗狗嗎? 對 那個狗狗為什麼您印象最深刻? 因為它從一年級到現在它一直都在那裡 羊駝 羊駝為什麼? 牠毛摸著很舒服 而且牠膽子很小 就讓人感覺牠很可愛 愛心生物園還引進了五匹馬 牠們性格溫馴 四肢有力 學校也專門配備了專業的馬術教練 準備在未來開啟馬術科程 青少年去跟馬接觸的過程 牠可以學習到一些很多 比如說照顧人的能力 還有去包容的能力 都會有所體現 愛心生物園設置於2006年 從最初的只有貓狗 慢慢發展到有捕魚動物 兩棲動物 爬行動物 共計十幾種的規模 而這班動物同學 都是學校特意從專業養殖基地引進的 都經過嚴格的健康體檢和防疫處理 確保不會對學生的健康造成影響 同時 學校還聘請了專業的動物治養員和獸醫 進行動物的日常治養和健康管理 讓愛心生物園可以成為我們的生物課 還有美術課 還有寫作課 等相關課程的時間基地 學生在照顧動物和動物互動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培養他們的愛心和責任感 比如說他們在學習如何餵養動物 還包括為動物園打掃場所等等 就是讓這些學生學會去關心和愛護生命 增強他們的責任感和擔當意識 跟人類有些少許互動的動物 我們一般叫牠寵物 但一旦牠們走失了 被其他人見到牠們 一般叫做野生動物 在今天上午 還沒把大門關緊 導致梅花鹿離家出走 管理方發現梅花鹿走失後 原本計劃一直跟隨 讓牠情緒穩定後自己回家 殊不知 隻鹿仔在途中受到驚嚇 於是走足4公里 管理方只能將牠運回去 因為梅花鹿呢 它天生比較敏感 對外界的環境比較敏感 所以說為了安全考慮 我們是打了麻藥 然後通過三輪車把它運輸回來 然後呢就打了另外的一個醒藥 就是催行這個鹿 蘇醒怪的藥 然後呢就安全地醒來了 原區管理人員表示 牠們已經加強了相關管理 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又提醒市民 在戶外遇到大型動物 應該保持距離 及時聯繫相關部門處置 好了 那邊時間再來看看灣區快速 今天上午 中國紅鷹飛行表演隊 和法國守望者飛行表演隊 在江西南昌 進行飛越騰黃鋼城市飛行表演 飛行隊從搖護機場起飛 去到禁江騰黃鋼上空 進行了拉煙盆船飛行表演 不少市民也來到現場觀看 據了解 2024中國航空產業大會 旗南昌飛行大會 將在11月2日到4日舉行 本次飛行特技表演 是飛行大會的表演項目之一 深秋時節 廣西桂林市農姓江仲四字圓 農鄭梯田迎來抽收季 金黃色的成熟稻谷 層層疊疊分布在錯落的梯田上 民眾在金色海洋中進行農黃 進享豐收喜悅 廣西農姓屬於南嶺山地 山嶺綿延、層聯疊障 早在秦汶 勤勞的鮮民就利用波面進行梯田耕撞 並在唐宋得到大規模的開發 目前已經形成面積達到66平方公里的梯田群 也是全球重要的農業文化遺產 據氣象部門監測預報 受今年第21號台風康尼 和冷空氣共同影響 10月30日開始 南海東北部、越東海面 風力明顯加大 海上風險逐漸增加 廣東在今天9點 啟動防風4級應急響應 應急管理部門提醒 海面風力大、持續時間長 過往船隻要注意避風 海上造業、海島和崩海旅遊 需要注意安全 昨晚 廣東省第11屆群眾戲劇公禮花會決賽 在深圳市拉開圍幕 本屆花會會集567件作品 經過近5個月的激烈降噪 共71件作品脫穎而出 一為決賽 跟著樂肥 在為期一週的賽事活動中 共設置四場戲劇專場比賽 兩場曲藝專場比賽 好的 今晚節目就到這裡 灣區最新聞 明晚繼續品 請問吧 從來不須多教我 不須恨可疼 然而若有難堪 所先憲美相波 寒血照呼 假以偽情作穿困擺 懷疑你我自好 從真的都釋放 情人之間的擁抱 多少可笑 不須恨可疑 不須恨可疑